欢迎收看《华尔街速电》 我是徐梓杰 嘉宾由Edison和Wyman 和大家一起做节目 先看看美股的表现 投资者夹晚观望着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以及国会讨论刺激经济措施的征展 夹晚美股是个别发展 道指收市跌44点 纳指连续第二天创收市新高 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大致符合预期 加上国会就刺激方案的谈判 暂时没有什么新的征展 道指期货变动不大 和大家看看美股开市的表现 暂时道指向好升153点 报30307点 看看标普500指数 暂时升19点 报3721点 先将时间交给Fish 和大家讲下其他消息 谢谢Jason 美国首次有人接种新型肺炎疫苗之后 出现严重的敏感反应 生产商辉瑞就表示关注 会与卫生部门合作跟进 辉瑞暂时微升 做37.92美元 美国十个州份指控Google和Facebook 达成网上广告协议 是操控市场 另外Facebook就刊登广告 批评苹果公司修改私印条款 限制应用程式从手机收集 可用在定向广告数的能力 压杀小企业生存空间 至于苹果公司就获大行评为 2021年首选股份 看看股价的表现 苹果公司暂时微升 做128.83美元 Facebook就升1.53美元 做277.2美元 Google暂时向好价 升5.47美元 做1762.66美元 波音飞机行政总裁表示 不会透过配股减债 又说会聘请160个机师 用来准备737MAX客机服飞 波音最新微升 做226.29美元 巴克罗加特斯拉的目标价 由125美元 调高到230美元 特斯拉最新升1.2% 做630.45美元 汇市方面 美元指数跌占两年半以来的低位 英镑 先看看英镑的表现 英镑对美元最新做1.359 另外看看欧元 欧元对美元最新做1.225 转看商品方面 有价是做好价 暂时升0.8% 做48.22美元水平 转看现货金 最新做1,891美元水平 将时间加回给朱神 谢谢Fish 和两位嘉宾开始讨论 两位晚上轮到英镑银行公布议息结果 一如预期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基准利率在0.1里 资产购买规模维持在8,950亿英镑 有变动的就是延长了中小企 定期融资机制6个月 先问问Wyman 英国就展开了接种疫苗 央行都说相信能够减低经济风险 不过同时其实当地又再有一些封锁措施 其实你看至少今个月 或者到明年年初 前景是否都不是很乐观 我想看英国方面 都是好像欧洲一样 受到疫情所影响 所以很多经济活动 在最近一个月甚至两个月 都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停滞 我相信这个情况都会在陆陆续续 在一些公货数据里面会反映 而事实上英国人行都提到 这件事都会对经济 在大陆短期的一些更加的破坏 但是我想英国人行的眼光 更加注重今次会议里面 都会看回脱欧的谈判上面 究竟去到今年年底 会不会找到答案 他都用了很多的一些时间 去讲解究竟那个货币政策 如何受到脱欧的谈判所影响 所以我觉得今次 暗兵不动也正常的 因为11月份的会议 才加上了卖债的规模 这一刻又见不到 脱欧方面有很明朗的走向 所以我也会留下一些子弹 留下一次的会议 如果真的不幸 出现硬脱欧的时候 英国人行仍有工具可以做 所以今次我想 见到不是太多的一些动作 也是合理的正常的 目前两大不明朗 除了疫情之外 就像Wyman所说的 就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 若果最终真的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Edison 你预计 是不是汇率和经济都一定会受压 而通胀的表现就会退高这个状况呢 我想经济或者汇率当然会受压 因为见过之前 如果大家都有点担心 就是说有个眼脱欧的风险 因为约恒信就说 我们谈完就算了 不再谈了 那时候英镑其实自己就跌了下去 但是到最后关键时刻又再延长 似乎就跟之前一样 一直都在永续脱欧谈判 似乎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你说去探讨究竟到最后是否出现硬脱欧 然后没有贸易协议 然后就离开欧盟 之后的影响是怎样呢 我想其实都暂时短期里面 那个想法又不需要那么悲观 因为始终你看到 其实每一次去到最后阶段 甚至之前上个星期的英镑曾经跌了二百多点下来 其实到今个星期就完全已收复失地 我想来来回回 其实这次大家对约恒信 其实那个脱欧的一个决断 其实本身都期望都高的 因为始终约恒信本身上场 其实都会想解决脱欧这个问题 以及以往你看到 其实英国那边的决心不是真的那么高 所以其实这次大家都觉得 会有机会成事 甚至有机会硬脱欧的 但是在这么高的一个概率底下 其实都做不到这样的效果 反而就是你看到这个星期 大家就不会觉得英国会出现很快硬脱欧的事情 所以也都反映了在会价上 就继续上升 就是由今个星期开始 我想都有二百多点左右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 要去再探讨究竟之后 怎样脱欧怎样走呢 可以再说 但是我想来来回回 过了四五年 其实整件事都是不断反复 重复发生 似乎来紧 就是经过约恒信的 Honeymoon时间 又过了的时候 其实真是之后怎样去走呢 我自己很有怀疑的 甚至可能我讨论十几年 都未真是一个脱欧方向出现 就继续着聊 但是继续着就放在这里不脱 然后就对于大家来说 就开始慢慢习惯 反而都不觉得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想来两个方向 几率反而是这样去走 Edison 那请问一下你 其实那个英镑 你看到如果看今个星期 都叫做强势的话 即是说市场都是觉得 硬脱欧的风险 是不是已经叫做 反而是一个明朗了的一个表现 其实也算是的 因为你都反映在一个汇价上 近期的强势或者弱势 其实它相对地 是比美金强的 因为其实美金太弱 所以其实英镑也继续上升 还有之前 甚至说有些硬脱欧风险也好 它跌下来其实也说 差不多接近1.33 稍微穿过而已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特别弱 所以第一个美元弱势 其实令到整体的英镑也会上升 第二就是大家在现在的环境 都觉得硬脱欧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而且看到的英镑 也认为几次1.34 1.35这些位置 但我认为这段时间 形势明朗化 向上突破似乎是向高位层顶的格局 我想短期的趋势向上也不会改变 除非美元突然之间 V型反弹 但似乎大家的央行政策也下了地 然后趋势也延续 美金如果要下到88.5这些位置的话 其实英镑上涨136、137都不可能 不止英镑的 欧元都上升 看到欧元的表现 似乎金融市场没有因为法国总统 马克龙确诊新型肺炎而有很大反应 我问看了欧洲股市的表现 暂时普遍都看到指数 暂时都叫做靠找到 所以影响并不是很大 我想这件事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 我想第一个市场很乐观 过去几个星期都憧憬着疫苗 对经济复苏的帮助 所以即使看到经济数据不理想也好 看到疫情不断升温也好 例如说欧洲封城了超过一个月时间 但有些地方看到每天新增的确诊个案 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甚至有些国家延长封城的时间 其实在美国也看到每天新增的确诊个案 也不断突破高位 但市场也不是很理会的 所以即使看到法国有领导人 真的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好 我相信市场不会有任何的担心 第一大家都明白领导人如果真的有病 其实也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继续管理着政府 很多政府运作基本上都会如常 所以其实对政府运作 不会有任何影响 心理上刚才说了 基本上市场也不是很看疫情的因素 反而也看回疫苗利好的消息 除非突然间投资者的情绪改变 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这个消息 基本上对市场也没有任何影响 对 马克龙本身近期出席了很多会议 通常都有不少欧美官员 多人要隔离 不过就像Wyman所说 看到金融市场的反应的确不算太大 始终大家将寄网都放在疫苗身上 轮到美国开始大规模接种 也有几宗个案通报了出来 是对疫苗敏感的 辉瑞说会跟进事件 Wyman 其实有不良反应这些报告 都是预期之内 我想影响并不是太大 始终我想有轻微的一些不良反应 其实市场正如你刚才所说 都是预期当中 因为疫苗仍然是一个很短时间来研发出来 当中会不会有些不良的副作用 其实市场一直都担心 或者市场一直都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暂时来说出现一些敏感的症状 暂时来说不算是很严重 或者不是一些永久的对身体的破坏 所以暂时来说市场不是那么担心的 当然了,如果路组组当 愈来愈多人接种了疫苗 真的不幸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例如一些永久性的破坏等等 我想对市场的信心真的会有些影响 不过我始终这件事都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机率 因为很多的疫苗公司都说了 每一种疫苗其实都有机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这个机率可能是一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等等 如果这个疫苗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真的出现了这些不幸的情况也好 我相信市场对疫苗的信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打击 反而我觉得还是倒回来 究竟疫苗什么时候可以在全球比较大幅应用 这才会影响后时 还有我想近期的市场 刚才所说的完全忽略了一些负面的因素 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究竟这个情绪会不会逆转呢? 我想反而才是对后市未来几个礼拜 未来两个月比较重要的影响 是的 目前暂时看到一些消息 都好像是想提振大家的信心 包括就是白工官员都会陆续获安排去接种疫苗 包括是总统当选人拜登预料罪犯下星期就会接种第一剂 市场当然就继续等着 就是刺激经济方案究竟何时才会有 不过看了晚上公布出来的数据反映 美国的经济状况一样 美国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升至三个月最多 上星期首次申领人数增加至88万5千人 市场本身预期就是减少的 Edison 其实市场等财政援助都越来越迫切了 也都见到一些国会议员 也都提到进展越来越接近 好像是很乐观似的 但是不是一两天之内可以谈得成呢 市场暂时的预期是怎样的 其实一两天就没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因为始终你做真是推行的时间也需要时间 但我想当拜登真的是因为选举人而 确认了当选总统的时候 我想其实大家的选举上争拗就慢慢都曾可以落定了 因为最近特朗普也没什么再特别去说什么 而且市场也不太理会 所以在整个政局来说 如果拜登真的在一月那边可以继续上任的话 其实我想到了这段时间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 大家就开始慢慢谈论政策方案 如何推行 以及两党之间的合作 究竟空间在哪里 所以我想这些向前看的一些小小的探讨 其实对于他们两党达成一个比较合理一点 或者大家可以推进的方案 其实有机会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想市场 就是你看到近期 虽然财政方案或者有些阻制也好 或者没有任何进展也好 其实市场也不是太过担心 因为始终那个政局上面 是比在一个月前 就是选举总统之后有点点乱着 已经是平稳很多 以及那个乐观情绪是高很多 所以我想大家也不需要特别说 太过去集中关注究竟财政政策 到时候怎样推出 我想最后大家其实都是戒大款式的 因为始终你都见到 在那个就业市场上 因为最近的禁止 其实都是开始比较慢一点 所以其实大家都担心 如果财政方案不可以这么快推出的话 其实对于民生就很大影响 加上现在其实政治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大需要炒作 又或者利益需要分饼 所以我想在稍为有个和风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都可以预计就是说 那些刺激政方案 甚至派钱的东西都可以落实 对于这个经济来说 短暂的帮助 但是始终我觉得这件事都炒作了很久 和大家的乐观情绪都反映在价值上 那接下来就真的在疫苗那里 可不可以给到市场信心 但是我想短期也不会太过逆转 因为始终如果真的疫苗 几种加起来 都是不行的话 我想才会有一个很大的逆转的方向 短期来说 你看到势又不错 然后大家的新闻上面 又是比较乐观的 我想就看不到市场有特别大的风险 另一个市场关注 当然是联储局的议释 维持利率和买债计划不变 不过上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测 看到美元其实在议释结果公布之后 抽一抽高 但之后又很快回落 戒而就失手了90的水平 低位下过去89.83 我问其实看着美元 下午去到甚至晚上 都会继续见到一些沽压 没错 我想都是与联储局的政策有关 虽然说没有任何一些很明显的动物 但是昨天联储局都给到市场一个很大的信心 就是下年 继续都是会 就是比较大规模 或者比较明显地继续买债的了 如果你说就是继续量宽的时候 当然美元来说都是一个压力的存在 所以昨天 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看到美元也继续有些散落的情况 我觉得中长期 其实美元一直走弱 这个都是大方向来的了 唯一有机会见到美元反弹的 当然就是股市有些调整 令到股影情绪增加 其次就可能是说 英国方面的脱欧 如果真是减不备的 真是出现硬脱欧的 当然你可能见到 英镑和欧洲都会跌 那么美元才有机会 可以叫做强一点 但我想始终 你说英国硬断欧 始终觉得机会不是很高的 现在来说可能都是一两成 两三成的机会 所以如果下年没有这些情况出现 我相信美元也会继续走弱 美元指数也可能要再下市 一些更加低的位置 美元贬值 另一方面就看到 比特币的升势就很凌厉 大举升穿二万三千七百美元 去到新高的位置 急升超过一成 Edison 你看到资金 是否继续把比特币 成为一个 看下去是一个焦点去投资 我想其实大家对比特币 都越来越乐观 其实一直都在说 大家对货币不信任上 其实都会将资金 就周围找一些货币的替代品 叫做保住 未来可能出现过性通胀 然后会蠶食他们的货币购买力 所以 比特币是其中一种 大家觉得虚拟货币 甚至现在就多了一些交易的渠道 而且也看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 都有入场去做这件事 甚至看到 巴菲特之前也买一些金矿的公司 其实都很明显地看到 大家对货币不信任的程度 可能比起2011年那时更加夸张 因为始终印的钱比方价多 所以我想 未来的环境 这些比较有货币替代性的货币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吸引力 而且看到比特币 因为之前就在2万以下 叫做都整固了1万 而且近历史高位 所以就有助力 但是你看到昨晚一穿了2万元 基本上就在1支借 升了2千多元上来 所以我想走势上就非常明朗了 而且短期里面 我想可能有些超买的回调 但是如果有什么回调的话 可能也是一些机构投资者买入的结果 清楚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着资金来的部署 对比特币表现的影响了 节目时间也到这里 谢谢两位嘉宾 再会